早前受困美国阿拉斯加迪纳利山的三名大马登山客 其中一人等不到救援团队证实毕命血洞之中 是的 至于另外两人则已经成功获救 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大马登山俱乐部发文告指出 死者是37岁的祖基菲利 他和同伴在努丁原本在距离山顶大约200米的一个血洞中等待救援 但是祖基菲利最终却等不及救援团队到来 在29号早上疑似高原脑水肿和失温症死在血洞中 至于现年47岁的祖努丁则成功获救 并在当地时间同一天早上7点 由救援团队以直升机再送到阿拉斯加中南部陶基纳小镇的医院进行治疗 他的双手动伤 但是情况稳定 至于另一名47岁的攀伤者莫哈默伊拉汉则在几天前已经获救 目前仍在安克雷奇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 他们三人都是在5月12号参与迪纳利山的攀登活动 但却在28号受捆山上 救援团队接到了求救信号之后 已经第一时间展开救援 可是恶劣的天气阻挠了救援工作 竟然导致不幸事故发生 死者遗体目前也需要等到天气好转之后 才能够运下山 关系下山 promising他 dabei 开始治疗 找 circulating новые用户 非常好 注意 Completely 是 什么 felic � 해서 请 我 要 去 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